上次见光顾的声势了 你仔细看你的面容 有什么可看的 女生面容 我娘应该喜欢 咖啡 咖啡 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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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杀性都重 谁家也可搬家 你们是谁 我家公子是来救姑娘的 阁下是谁 人家问你话呢 是硬门我不弄硬 那你费尽救人家干嘛 你想啊 当年我也就是夸了他几句 而温华也就是夸了他几句 他就追着我们打了几条线 这如今我救他一命 也算是逞平了吧 多谢阁下相救 还请当面道谢 是你 你给我站住 老黄 放进 老黄 姑娘 你听我解释 这好屁股好生涯 那都是夸人的好词啊 太容开了 不只是屁股 你看这腰也好 杨流 水蛇 黄蜂 这都能对得上 好身材 好曲线 杀了你 臭流氓 轩缘姑娘好呀 等等 姑娘 你记错了 当时怎么是我一个人呢 明明还有一个老黄 还有一个温华 那些话都是温华说的 我最多在那边上 竖了个大拇指 帮了个枪 他才是罪魁祸首 你 姑娘 姑娘 我也是娇勇不慎 咱们都是受害者 你还敢出现 这不有缘吗 那些话就是 能不能理解 可不有机 叔兄 你能冒失 那那些人 也不让你冒失 那我们冒失 你能冒失 伍冒失 我还给你冒失 我还给你冒失 和我能冒失 你冒失 你冒失 我还给你冒失 责 我这样 但你冒失 那你冒失 是谁 就差那么一点 都不知道连香西域 姐姐白疼你了 那要不 我来心疼心疼姐姐 小嘴真甜 就跑了 淘湿到老娘头上了 就在前面 追 你是北梁徐凤年 我这个身份人人喊打 用不着假扮吧 刚才要拦着你那个人是谁啊 因为你何干 看来是有人不想让姑娘回灰山 不如同行 这一路可不好走 你许箱儿子 是你认识啊 姑娘是 彩礼清楚这关系 这么看来 是有些性 姑娘你说什么 你也上回山 我去龙虎 一江之格 刚好 冯心一段 你不等你的那些手下了 他们赶得上来 姑娘这么着急回回山 是有要素在身 算是 拦你那人是谁 袁廷山 我家门客 门客拦土田 应该是我爹让他拦的 你还想知道什么 跟人家的大事 会不会不方便让我知道 会 当我没事 北梁的首相先进灰山 我 一个嘴巴 不用 上次见光顾的声器了 你仔细看你的面容 有什么可看的 女生面容 我娘应该喜欢 我歇会儿 你说他是不是心智有问题 曲芳妮 说真的 你是不是 还见过塔尼啊 真没有 咱们说正事 前辈 对 你知不知道 轩原家那位老祖 灰山谷牛匠大雪平上 轩原大盘 和我斗过戒呢 还活着呢 谁赢了 我只输过王贤之啊 你刚说的轩原大盘什么境界 天象境 怎么跟我一样啊 那不是很强 境界有什么用 能打才行 小子 你想动灰山呢 轩原家掌控天下水路 用处大胆 怎么说服 要不 娶了外疼的丫头 我徐凤莲绝不卖身 他和他爹 怎么回事 据说轩原清风 和他爹关系极差 所以常年不回会山 他和他爹为什么关系差 他爹轩原进城 是轩原家敌掌孙 按理来说 应该由他智掌嘉义 可是现在整个灰山上下 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为什么 他只爱看书 不曾习武 爱看书有什么不好啊 轩原一族 毕竟是江湖世家 那是长不了嘉义 不仅不习武 据传他性子软弱 不称大气 是个废物 那不是跟你一样 什么叫跟我一样啊 你之前的名声 不就是跟他一样 我 也是啊 我之前的名声 没准比他还差 你小子心狠 藏得深 轩原家族那小子 搞不好也是如此 若真如此的话 他躺得可比我久了 其实关键就一点 轩原清风为什么会灰山 他爹为什么拦他 明白这个 整盘棋都看透了 我发现你自从见了曹长青之后 聪明了不少 厉害厉害 女王风范 不是 我本来就很聪明啊 不是 我本来就很聪明啊 好